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最强学渣》 高中三年级学生张天赐是一个复读了三年的学渣 他却一直坚信自己能考上大学 他经常遭到老师的批评和班上同学的欺负 还好他身边有一个好朋友,时尚非陪伴 为他的复读生活增添了温暖 班花郑小燕经常会给天赐一颗糖 并鼓励天赐好好学习 可是这个行为引来了班长的不满 他知道天赐是孤儿,还催促天赐交班费 不想被人看清的天赐 利用晚上的时间去郊外 通过捡矿泉水瓶子的方式来凑班费 不小心滚下山坡的天赐 意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瓶子 瓶子是一个叫铁男的男人 在被雇佣军追杀时藏在这里的 里面装着雇佣军需要的原料 被抓住的铁男受不住雇佣军的严刑拷打 最终交代了藏原料瓶的地点 可是他却并没有逃过他们的杀害 天赐捡完瓶子后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班长和郑小燕 班长故意弄掉了他的袋子 原料瓶掉了出来 郑小燕将原料瓶捡起来还给天赐 而这一幕正好被摄像头拍了下来 也让雇佣军误以为原料瓶在郑小燕手里 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小燕 在上学的路上 小燕遭到了几个地痞流氓的骚扰 正巧被路过的时尚飞和天赐看到 时尚飞带着小燕离开 却让天赐独自面对这几个流氓 可想而知 他被打得鼻青脸肿 还被迫吃书 可巧妙的一幕出现了 在数学课堂上 单上没人会的题目 学渣天赐却解了出来 而且还与标准答案一字不差 这样老师和班里的同学都感到震惊 原来由于受到神秘原料辐射导致张天赐 拥有了吃掉书本 就能熟练应用书中内容的能力 他不仅能回答课上的难题 还能在篮球赛上 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赢得比赛 甚至拥有了惩治街头混混的功夫 天赐从一个无人关注的学渣 一夜之间成为了校园的红人 不但如此 曾经只是因为同情 而帮助他的学习委员郑小燕 也慢慢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然而就在他以为 自己即将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他在使用超能力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忘记自己的过去 好朋友时尚飞也劝天赐 以后不要再使用超能力 然而事与愿违 雇佣军绑架了班长和小燕 让天赐用原料瓶去交换 他们俩的性命 天赐吃掉时尚飞 带来的他们家的武功秘籍后 将自己一直想送给小燕的礼物 交给时尚飞 并嘱咐他 如果自己回不来 希望能帮他转交给小燕 然后他支撑前往营救班长和小燕 天赐知道 原料瓶里的东西很重要 他不想将里面的东西 交给这群雇佣军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他只是带了空瓶子前来 他让雇佣军放班长和小燕离开 自己留下来做人质 并带他们去寻找原料 可是雇佣军并没有打算 让他们俩离开 经过激烈的打斗 天赐杀掉了除将军以外的 其他雇佣军 之后将军劫持了小燕 要求天赐交出枪支 在天赐扔掉枪的瞬间 将军开枪 打伤了天赐的大腿 并向天赐逼问原料的下落 天赐趁机捡起身边的一把刀 划伤了将军的手腕 可是天赐与对方实力悬殊太大 反而被对方刺中了腹部 当将军准备向小燕开枪的时候 被下晕后醒过来的班长 捡起了一把枪 胡乱地朝将军开枪 天赐趁机拼命拔出腹部的刀 杀死了他 小燕以为天赐被杀死了 看着时尚飞 替天赐交给自己的礼物 是他曾经替天赐擦汗的毛巾 和送她的糖纸 回忆过去相处的种种 小燕泪流满面 这时时尚飞告诉小燕 天赐并没有死 只是天赐已经失去了记忆 忘记了小燕 不过 这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能够活下来 一切都有希望 假如你也拥有吃掉书本 就能掌握书中知识的本领 你最想吃哪本书呢